- 送給大家禮物對不對? - 對不對? - 送給大家禮物喔! - 你的一百天喔! - 現在大家跟著你過了一百天齁 - 對呀! - Happy Sunday! - 要送大家的一百天禮物 - 那其實本來應該是 - 明月禮物啦 - 但是後來我們太忙了其實 - 主要是疫情的關係 - 辦在那個文華嘛 - 東方文華 - 然後就一直到現在 - 我們就付了訂金 - 結果現在不能辦 - 我們這次就是不走傳統的 - 本來是要便當盒加有飯 - 不過現在就是因為疫情 - 所以想說大家比較害怕一點 - 所以不送吃的 - 那我們就送便當盒 - 那我們今天有三款便當盒 - 我們讓Sean來介紹一下 - 一個是圓形的 - 然後兩個是方形的 - 登登! - 我個人最喜歡這個 - 你咧? - 我最喜歡這個 - 這個比較男生 - 比較man一點 - 而且這個防水 - 我不知道這個也防水啦 - 但是就感覺這個比較耐擦了 - 這個盒子它有附叉子之外 - 它有這個袋子 - 這袋子超緊的 - 它這個叉子有一個凹槽 - 可以把叉子卡在這裡面 - 它很緊 - 它是friction feed - 它這邊也沒有rubber - 它裡面有香蕉條 - 它裡面有香蕉條 - 它有一個間隔在裡面 - 就是你可以分成兩格這樣 - 對 - 一半沙拉一半麵這樣子 - 對 - 我們可以用這個 - 進那個烤箱 - 烤黑暗料理 - 它有一個氣閥 - 可以往上拉 - 因為這個是完全密閉的 - 所以如果你把氣閥拉起來 - 它裡面空氣會 - 它會有一個 - 因為空氣在裡面 - 所以你沒辦法密合 - 所以你每次要打開關 - 都要把氣閥打開 - 所以它氣閥的目的是 - 為了讓裡面的空氣可以出來 - 好仔細喔 - 它這個其實密封訊蠻好的 - 其實你有液體 - 它應該是都不出來 - 可以裝有液體類的 - 像是如果你想要吃spaghetti - 它裡面有點液體就可以了 - 可以進烤箱 - 可以進烤箱 - 可以洗碗機 - 可以放很冷的 - 可以放冰的東西 - 可以放液體 - 比較就是烤箱的 - 比如說你要放起司上去 - 讓你放在烤箱裡面 - 你可以直接烤 - 來吃 - 比如說你是那種 - 什麼spaghetti - 或是什麼有起司的 - 或是起司的 - 也可以 - 就是它可以直接烤來吃 - 但是它這一塊應該是 - 這一塊不能進烤箱 - 因為這塊有那個 - 上面有橡膠 - 進去應該橡膠就掛了 - 這個是純鐵 - 你要放烤箱的時候 - 這蓋子要打開 - 千萬別興不夠了吧 - 我應該就是放進去哪一個 - 好 下一位 - 我是喜歡木頭這個 -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很有型而已 - 它是蠻好看的 - 欸這個很酷 - 我看到了 - 這個很酷 - 我手還在痛 - 所以這個 - 我剛剛要講這個很酷的是 - 它剛剛上面講說 - 它可以當shopping board - 可以當切菜板 - 介紹都沒有發現 - 它可以當切菜板 - 它可以當切菜板 - 欸這設計很有趣耶 - 只有我覺得有趣 - 但是這上面有product - 我不知道大家捨不捨得 - 拿來當切菜板 - 反面啊 - 反面這一面啊 - 如果是我的話 - 我可能不會拿來當切菜板 - 見仁見智啊 - 這個是我出去野餐的話 - 如果你突然就是要 - 要切什麼東西 - 好啦不會啦 - 野餐突然都已經切好了 - 好啦 - 但很難講 - 也許你帶一個蘋果你想要切的話 - 可以喔 - 這是Nature bamboo啊 - 它就是竹子做的 - 它裡面有一個comportment - 裡面有一個這個 - 這個可以拿去微波 - 所以就是你熱的食物 - 你有沒有放在這裡面 - 然後可以拿進去微波 - 然後這邊可以放沙拉 - 它的設計是 - 主要是放冷池 - 所以它是比較是那種sandwich box - 就是你不用特別再拿去加熱的東西 - 對 - 但如果你要加熱的話 - 就是放在這個sliccomb裡面 - 對 - 它不是leak proof - 譬如說它會漏水 - 所以它不能放液體 - 然後這個也不能進微波爐 - 這個因為是竹子bamboo - 所以你也不能夠進洗碗機 - 然後也不能進烤箱 - 我們要不要一百天的時候來切切看 - 可以啊 - 你可以切切看 - 好 下一位 - 它是玻璃的齁 - 玻璃透明的 - 對 - 它應該是可以裝湯類的 - 它的seal比較好 - 當然也可以裝一些fine - 不一定要裝湯 - 但是它是可以裝湯類的 - 然後這個是woofiber - 所以這裡面有木頭 - 它是woofiber - 所以它是增加保溫性 - 還有保護性 - 所以這個只能微波兩分鐘內 - 其實今天選住就可以了 - 它裡面說明書很厚喔 - 如果你們可以看更詳細的 - 可以回家看一下 - 說明書超厚的 - 跟買一個電器一樣 - 因為它說明書有不同的 - 國家的文字 - 對 不同的語言 - 然後這些都是環保可回收的材質 - 可是這個不限兩分鐘吧 - 但是它一般的目的就是因為防燙嘛 - 如果有些東西你會燙或是什麼的 - 它有這個就是防燙 - 因為玻璃拿出來就會很燙 - 所以一般你加熱可能就是放這個 - 就是蓋子打開這個直接拿進去微波 - 然後這個拿出來它有防燙的作用 - 但如果你是一般吃午餐兩分鐘 - 其實綽綽有餘啦 - 抽完一分鐘就很熱 - 也是 - 不能夠進洗碗機 - 所以都要這些好東西都要手洗嘛 - 這一層是可以微波的 - 也可以用洗碗機 - 這個是鋼嘛 - 肯定不能夠microwave - 然後這總體來說就是不能進Open就對了 - 好 就這樣子 - 好那我們現在介紹結束 - 希望你們拿到的時候 - 看了這影片會更清楚怎麼使用 - 因為這是一個時尚麵當盒 - 使用規則蠻多的我覺得 - 這個鐵湯汁在旁邊 - 你要拿下來的時候 - 首先它跟它會有摩擦 - 所以可能會把它刮傷 - 我會很心疼 - 有沒有 - 所以你要拿一下要特別小心 - 不要讓他們兩個互相刮到 - 然後這個彈力又很緊 - 拿下來之後呢 - 有沒有 - 這個還要先把它拿出來放棄 - 然後再這樣把它拿開 - 但真的很時尚 - 我覺得很漂亮 - 那你當初選我的時候 - 一定也是精挑細選的 - 對啊 - 嗯沒錯 - 這麼規模 - 好啦我們要開始打包了 - 我們都先把它放進去 - 我們也就是也不曉得 - 送誰哪一個 - 對啊就是誰拿到哪一個就哪一個 - 拿到哪一個就哪一個 - 因為我覺得每個都很好 - 好那我們開始打包囉 - 耶 - 我先拿一瓶紙盒 - 好就這樣結束囉 - 拜拜 掰掰 好像太露了 你超露的好不好 你是不是露成這樣子 而且你前面一點啊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 今天 今天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